仔细看,一只漆黑的手打开了房门 原来只是个梦吗? 小乔从床上做起,今天她就得去雇主家报到了 作为新来的女佣,小乔十分看重自己的新工作 可自从她搬进来的第一天起,就不断遇到诡异的事情 在试工作庄的时候,小乔发现背后的楼梯上有个人 这人是谁? 小乔拿着蜡烛追了过去,走上楼梯 透过栏杆看见了一个黑影 但小乔不敢继续看了,深吸一口气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可接下来的日子里,小乔总感觉有个人影时刻在盯着她 只等她回头时,却什么都没看见 其实,小乔并不是第一个察觉到异样的人 在这之前,有好几个女佣,总能在这栋豪华别墅里看到脏东西 所以女佣们纷纷辞职,直至于小乔的到来 这一天,小乔在帮雇主家的女儿小花洗澡的时候 小花突然转头看向门口,小乔立刻转头看去 门外分明什么都没有,可是等她再转身时 却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人影 显然,小花可以看到这屋里的脏东西 可是这个时不时出现的阿飘是谁呢 小乔有些好奇,红睡了小花之后 她开始偷偷进行调查 首先查看的地方就是书房 小乔是这里摸摸那里看看 最后在书架上发现了几张可疑的照片 照片是三个人的合照 其中两人分别是男主人和夫人 而两人身边的女佣,正是小乔见过的阿飘 小乔突然感到一阵寒意 抬头一看,鬼女佣正站在窗外,朝她邪魅一笑 她猛地回过神来 窗外的鬼女佣却已经不见了 小乔刚松了口气 小乔吓坏了 她能感觉鬼女佣就在书房里 于是慌张地跑出书房 可当她准备回自己房间时 却见鬼女佣已经追到了小花的房间 小乔都要急死了 可小花的声音却从身后传来 仿佛一直站在门外 而鬼女佣则在房间里 小乔赶紧把人带远一点 这一番折腾把夫人和其他佣人都吵醒了 小乔随即拿出在书房找到的照片 说自己看到里面的女佣 奇怪的是 夫人似乎并不想提及这个女佣 只说对方是个无足轻重的人 像是在隐藏着什么秘密 女儿感觉到身后有人连忙翻身作气 女儿虽然害怕 却并没有叫出声 喜爱已经被这个阿飘吓过好多回了 自从知道鬼女佣的事情后 小乔就总会偷偷打听 可不论是管家还是厨鸟 都对鬼女佣的事情闭口不谈 管家甚至还出言警告 看大家这种反应 小乔就更加好奇了 他没有气馁继续追问 比较好心的司机 总算把自己知道的告诉了他 原来 鬼女佣曾经是夫人最喜欢的女佣之一 他帮夫人赶走了孤独 俩人的关系亲密无比 甚至连在这里工作了更久的管家都比不上 可是某一天 女佣却不死而别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小乔看着司机情绪有些激动的模样 没有继续追问 只是心中的疑惑却并没有解开 随着小乔更进一步的观察 他发现小乔的话里经常出现三个人 其中红色的人代表夫人 黑色的人代表男主人 而这个蓝色的人正好是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鬼女佣 小乔还发现 男主人经常躲在书房里自言自语 嘴里说着各种道歉的话 而他道歉的目标正是鬼女佣 为了查清楚真相 小乔只能询问小花 是不是经常能看到鬼女佣 小花乖巧地点了点头 小乔立即追问 到底还有哪样 小花没有说话 眼神却朝小乔身后飘去 小乔紧张地瞪大了眼睛 蒙得一回头 却没看到什么东西 鬼女佣似乎想让小乔知道些什么 原来男主人原本是个穷小子 为了自己的前途才和夫人结婚 两人的关系并不好 只能在外人面前装装样子 而这时候体贴的女佣 进入了男主人的视线 成为了男主人心头的白月光 很快女佣就怀孕了 男主人非常高兴 直接和夫人摊牌了 夫人并没有对女佣下手 反而让他平安生下了孩子 可女佣的运气实在不好 她在浴室滑岛磕到了头 她看到这一幕的夫人 却冷漠地把门关上 并让其他佣人把尸体埋在院子里 而男主人明明看到女佣还有呼吸 却不敢违抗夫人的命令 得知了真相的小乔非常难过 因为这个女佣正是她的姐姐大乔 姐妹俩关系一直很好 后来大乔外出打工 俩人一直有书信往来 可几年前大乔就突然没有了音讯 小乔不得不吱声外出寻找姐姐 未曾想却只得到大乔已经去世的结果 这一刻仇恨占据了小乔的理智 她决定为自己的姐姐报仇 她今晚正是报仇的好时候 今晚夫人举办生日宴 来参加的客人很多 这是趁乱下手的好机会 小乔先把司机这个屋外的人解决掉 没过多久 管家来找司机传达夫人的吩咐 却发现司机已经凉了 还来不及惊讶 小乔直接从背后冲过来 手里的针筒一戳 管家艰难地喘了两口气 很快和司机作伴去了 接下来遭殃的是在做饭的厨娘 小乔并没有直接下手 而是把厨娘绑了起来 当着她的面穿上雨衣 甚至还好心地放了首曲子 厨娘已经被这阵长下的冷汗支流 在看小乔手里拿着的菜刀 疯狂摇头表示抗拒 但小乔哪管那么多 拿起一把趁手的刀就是一划 厨娘当场领了盒饭 随后小乔来到卫生间 擦掉了身上的血迹 现在的她已经陷入了一种疯狂的状态 甚至堆着镜子自言自语 随后她把下了药的酒送到宴会中 让所有人都喝了 还站在人群中一起帮夫人庆生 真正的大屠杀开始之前 小乔贴心地为小花戴上耳机 毕竟小花是姐姐的孩子 不是她报仇的目标 不久宾客中就有人吐血了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适 小乔就在这时候冲出来 拿二刀一个一个把来客解决掉 已经上楼休息的夫人 看到穿着雨衣的小乔 也猜到了她的所作所为 夫人还试图欺骗小乔 可是她早已喝下有毒的酒 很快就感到呼吸困难 这就是小乔想要的 让夫人和姐姐一样窒息而死 虽然夫人想杀了小乔 可惜已经中毒的她 根本就不是小乔的对手 倒在血泊中的时候 夫人仿佛看到了大乔 正冷冰冰地看着她 接下来只剩下男主人一个了 她也很快感觉到浑身不舒服 艰难地走到门口时 才发现院子的草坪上 燃起熊熊烈火 大乔就从火里走出来 一刀捅在了男主人身上 她这才看清 眼前的人不是大乔 而是小乔 故事的最后 小乔叫醒了闪花 从今以后 就由她亲自照顾姐姐的孩子 影片结束 看完电影 小妹不得不讲一句 大乔的结果是咎由自取 小乔的复仇也是蛮不讲理 最悲催的要说那些 来参加宴会的宾客 啥也不知道就惨遭毒手 小伙伴们千万不要学知道吗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冠小妹 我们下期再见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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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是